coco早餐 启动观察眼 启动观察眼 黄启先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这个起颖我先请教你 大陆的股市到底怎么搞的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工商时报跟今日报都有分析 说那些大户国家都出手了 那怎么还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股市的震荡问题 陆股最近涨得有百分之 有些股票涨了百分之百 前阵子最厉害一个暴风科技挂牌 36根停板 新上市股票 从几块钱变成200多块 然后呢 然后就最近就下来了 我又觉得啦 我觉得应该从一个逻辑来看 因为我最近看到中国陆股这样的涨 标准的一个资金行情 这种资金行情其实 其实股票市场的循环都一定的逻辑啊 我始终觉得这段期间啊 那这个入股从5000点 这个下来 上海直出从5000点下来 不晓得为什么中国这么急的要他继续再涨 这是非常逻辑上的谬误 也简直是说 去年啊 这个中国股票市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涨2000多点 涨到5000多点 我想 涨到5000多点 然后回档个两三个月 后三四个月这个非常正常嘛 过去台湾股票市场曾经也是在1985年到1990年 弄资金行情的时候 台湾股票市场每一年大涨之后 都有一个大修正 那时候修正回跌幅度是三成到五成 那我在想说5000多回个三成 那3000多 3600 3500左右 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非常自然的调整 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急着出手 就是说从涨到4500以下 开始慢慢的不断来出手不断出手 目前来看啊 我看我已经算不出 中国政府也出了几次手 那正常的逻辑说 我们股票每次都有一个回档 什么时候到底 通常是第一个 融资的大减 我最近看到中国的这个股票的融资予 从两兆多 两兆2000多亿人民币 大概变成1.9兆左右的人民币 来给融资予 其实这减的幅度 实际老实讲还不够多 第二个 过去在整个股票市场的落底的过程中 他必须 暇随着说 伴随着股市场成交量的一个收缩 他也没有 第三个我就说 政府不断的出手 释放力多 那本来就应该被消化的筹码 就是本来应该出场的筹码 因为有利多一个存在 那根本就说 期待的反弹 他一直不卖 不卖 充满洗不干净 那洗不干净的时候 他一直造成一定的福尔 然后造成一个互相的情况 这变成说 中国股票 中国政府 不断的放利多 利多越来越 这个效应越来没有效 本来也有期待 对这股民 大陆股民 本来对政府利多是有期待 那一次 两次 三次 变成动化 变成没有感觉 变成说 利多出来就下跌 昨天啊 整个 入股里面 只剩下上海的股票市场 上海的一个指数 是一席上存 还有红的 其他包括生菌 包括串业板 在稀里花 他也跌得非常多 那我这样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大概两三个月 至少起码三个月 以上的时间 入股会在这里 做一个 大 比较大规模的 一个足底的 扩底的工程 因为这里 没有利空来触底 没有利空来 这个催地底部 必须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震荡打底 才有办法阻底 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回稳的状态 因为中国就等待时间 这个需要时间去消化 但是我要讲是说 现在你去看说 其实 这次的中国政府 这么在急得出手 真的 其实 我这样想 其实这次中国股市上来 其实它伴随了很多的政治目的 跟政治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从去年以来 中国在习近平 在把所有的 竞争对手 政治的竞争对手 斗倒的时候 它现在营造一个 强大中国的形象 或强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所以它不断的 从亚投行也好 一带一路也好 任何的一个 整个经济扩张也好 其实它是走向 这个一个政策 可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 他认为资本市场 是中国经济 势力扩张 很动的那个本钱 因为他发现 其实在整个研究 他现在的竞争对手 是美国 美国之所以强大 他有几个重要的 一个项目 一个强项 第一个 全世界都有美金 第二个 他有强大的资本市场 包括 他的美国公寨 你会发现美国公寨 全世界的国家 都必须买公寨 买最多是中国 再来是日本 另外一个 我想台湾也买很多 也是前几年 就说 你知道美国的赤字严重 美国的预算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财政赤字 然后出国也赤字 你为什么要买美国的公寨 因为 因为美国就有这个能力 美国就是影响 让你赚我的钱的国家 又买我的美国公寨 所以 让美国有不断 源源不断的资源 去巩固他的国家的 强大的势力 那其实中国在 未来发展 跟美国的经济对抗里面 他一定要了解说 他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你目前来看 中国的股市 可能这最近的一年来发展的 好像很蓬勃很繁荣 他有点虚 另外一个 人民币没有国际化 所以人民币的 所谓的债券公债 这世界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在猜 中国是要往这个路上走 可是我觉得他走得有点急 不是 他要做亚投行 他要做金融帝国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发生股市 这个奇怪的这个状况 那他这个 怎么样给人家那种制度感 制度感 他这个王国怎么成立吗 这个很难啊 所以跟我讲到重点 很不专业啊 美国人在看件事情 美国就专门放心了 说原来 你们对金融的控制 金融的政策 还是个出击班 还是个出击班 对啊 所以这是美国在看 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在看中国处理资本市场 这还在出击班 而且他这个出击班 就是说 出事了跟台湾差不多 赶快要社保基金去 什么直买补卖 补卖 这个完全市场破坏 市场破坏之后 你要搞多少年啊 其实中国有心态说 你看1979改革开放 然后1990开始发展 我们可以发展这么大的 一个局面 他们觉得很多事情 很容易 时间很快 就会达成一个目的 一个目标 可是不要忘了 资本市场 是需要靠累积的 不要忘了 中美国的股票市场 资本市场 道雄指数都超过100年了 他们经过百年来的 一个沉淀跟底蕴 跟一个文化的酝酿 其实我常觉得 其实在目前的 中国的经济 非常快速的发展 可是在缺少 这是文化的沉淀 包括资本市场 你对文化沉淀 不要老是说 以前台湾股票市场 大家如果还记得 在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台湾股票市场 也是像入股 这样的繁荣的时候 常常股票 大跌下来 那台湾的投资人 不是去包围行政院 包围说 现在政府要势力多 其实这种心态跟想法 跟现在大陆股民 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你发现 慢慢的整个 慢慢 中国的台湾的股民 开始慢慢沉淀 慢慢的一个成熟 当然 当你成熟的时候 发现台湾股票市场 这几年是大量萎缩 其实我要讲一个 今天要讲一个 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几天 在这一两个礼拜来 台湾股票市场的成交 分配的比重 出现极大的危机 过去我们担心 钱往外跑 或去投资入股 跑出去 第二个 对 这是好题目 ETF 今天的工商时报 也是大幅报道 台股成交量 ETF占 比重快两成 靠ETF撑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入股的ETF热 是当冲客大抢帽子 什么叫ETF 先告诉我们 ETF就是说 我现在 我叫台湾股 我没有到大陆买股票 但是我台湾 有很多的所谓ETF 就是说 我按一些全值比重 我通过这个基金 我通过基金去买入股 我就要买 他按 每个ETF发行的规则 都不太一样 我可能是上证50 我可能是上证 之前还有 郡商发上证二叉 有交涵一些 期货的一个组合成 一个基金 等于说 我买这个ETF基金 我等于可以享受 入股涨上来 那种利益 跟入股联动的ETF 好恐怖啊 只要一听到联动 就很可怕 2008年的时候 联动动死了很多人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使联动非比联动 联动的关系 不太一样 那什么意思吗 你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 就是简单的 入股ETF 就是我们现在 没有去中国大陆买股票 没有去开户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基金 这基金帮我们 在中国股市操作 那操作的都是台商吗 台湾的证券公司吗 对台湾证券公司 他委托给什么 好像他们有一套机制 或者自己去操作 是买入股 个股还是买 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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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 那就是我 有上证50嘛 就是上证前50党的ETF 台湾不是台湾50吗 就是前面50党 我加全比重起来 我一百 就假设我有50亿 我按的这个全值比重 我就是买这50党股票 等于股市指数上涨的时候 股市上涨 我跟着我的基金的净值往上升 你就享受利益 那但是股价跟净值 有时候 有时候是折价 有时候是溢价 这个ETF在挂牌上面是 透过台湾的券商 券商买ETF 就是买ETF 那ETF直接在台湾股票市场挂牌 就是拿什么什么什么行的呢 都很多很多种 ETF的原名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s 就是指数股票型证券投资信托基金 所以它是指数股票型 就是说 就是你讲的 山震 山震 山震50 或是说什么的 它每场公司发行的标题又不一样 但是说 只要我联动的产品 就是主要是 联动产品 大方向是以中国股市为主 但是也有台湾的吧 没有没有 ETF全部都是境外的 我标明是 中国或香港ETF 就是境外的股票 那台湾会不会 台湾股票是不是别人的ETF呢 也有台湾也有ETF 所以台湾 如果这样讲 如果一个外资 我到台湾来买股票 对 我不想买什么 我就买指数 买指数 你可以买ETF的 所以现在在台湾 我可以透过我的证券公司去买ETF 我举例买一档是 对 就是什么上针二叉啦 或者说 这个所谓的A5上针二叉 那这个成交量是在台湾成交的啊 这个成交量 就是说这个基金是在台湾现在目前跟中国股市联动 或香港股市联动 大概有七档 那是证券商自己再去 就直接挂牌 去挂牌 就是你在看牌系统就看得到 那它的联动的价格是看那个股票 对 看那个市场 那时候它有所谓净值的浮动嘛 这个是投机性很强的 照理讲 这是最稳健的投资 就有点像台湾50 照理讲 对 就是照理讲是最稳健 它不是个股嘛 是个指数 一个市场嘛 照理讲最稳健 可是最近 因为中国50 你知道有时候跟股股一样 一下涨3% 4%5%跌 跌个7%8% 然后又拉个5%6% 全世界指数这样的 每天这样指数的 这个涨幅的浮动啊 这很少见 不要说指数啊 不要说这个市场指数 连个股这样几%几%的 6%7%5%的每天在波动 也非常少见 所以现在ETF占了我们的台股的 总成招量的两成 它的危机在哪里 就是说你在台湾 所以台湾的股票大家都没兴趣了 就这么简单 台湾现在的成交上 昨天成交八百多亿对不对 昨天有一百六十亿一样去买ETF 那一八百一千 就是跟台湾的股票股市场没关系 买了一百一百六十几亿 那八百减一百六十 变成六百四十亿 六百四十亿 那平均分到所有的股票上 你可以想象很多股票所谓的成交率是非常低的 那非常低的说会造成什么 台湾股票市场的相对的 那台湾人都搞这种飞机 我觉得我来看 政府要不要规范它的比例 这怎么规范 我不晓得政府的法律是怎么规范 但我觉得这是台湾 如果百分百都是ETF 成交量怎么办 那也不至于 我觉得既然报纸今天登出来了 我觉得通常按照我的感觉 政府就会注意一下 这几天的ETF的 赞成交比重可能是高了 我想今天开始就往下降 那我问你 那那个ETF的 它久点之后它是指数嘛 对联动联动 那它是赚差价吗 我们买的股票 那个ETF也是赚差价 有股价也要波动啊 那最近应该都在赚空的啊 之前在大概一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大概一路涨嘛 空单一号要获利了 所以才交量这么大 我要讲的说 这是台湾人搞的飞机 还是大陆的 其实我觉得啦 我觉得啦 昨天 你有没有看到前两天啊 这个在礼拜天的时候 中国政府提出的 救世的一度的时候 他有讲说 希望这个引导资金 什么只买不卖啊 引导资金去买ETF吧 这个都是 我想全世界把ETF搞成 这样的一个 看股票这样的大波动 大概只有 不是这个华人市场 中国香港台湾啊 你知道啊 在2005年到2008年啊 之前这个中国股市 曾经有一波从9900 上海政治数是从9900 涨到6100 那个过程 中国股市还发生一个非常 奇妙的荒谬的现象 居然在中国证券市场里面 发行一本杂志叫什么 这个叫做类似 让你挑选的 下一拜哪一个基金会大涨 大家一起来玩这个大 你把基金当股票再炒 你知道吧 这是非常 过去台湾在1990年 台湾股票是从最后一段 从到12682那段 最后那段过程中 台湾如果大家记得 四大基金有没有 从十几块 然后三个月变成五十几块 那逻辑是非常像 那我问你 现在是大陆的政府当局 不是说社保基金 不只买不卖 而且叫他们去买ETF 对不对 那叫社保基金去买ETF 那台湾的这个ETF的成交量 也跟着增加 那表示台湾的投资客 非常投机 他们非常知道 这个应该这样讲 因为有社保在买嘛 那跟台湾的 比方说那个国安基金 要出厂啦 出手啦 大家就跟着 不通常我们国安基金出手 大家就是买空单就是了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的 相关联呢 我就说嘛 就说台湾现在 就是看到中国政府 不断出手 以为会涨 那大家之前没有买的人 他就去买ETF 对 那都是大户才会这样做耶 小散户根本不懂啊 只有像你的朋友们才会耶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讲后来股票市场 这些接下 赔最后一只手了 其实很多都是 因为后来才跟进了 其实现在在抢很多ETF 可能就过去 从去年下半年上来的 ETF根本没有赚到 那发现忽然回到两成 就去抢 回到上去 抢更多 那也跟券商的推荐有关嘛 也许吧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台湾比较市场 听懂了 原来是大陆的政府在做多啦 那社保基金 说是大陆有社保基金 下令一直一直买ETF 所以台湾的人就去买ETF 他买两三天以后 涨起来他再卖掉 也可以赚钱啊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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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ETF波动太大了 我告诉你 那下令社保基金 去买ETF的人 可以透过台湾的人 那个做白手套 帮他来赚钱啊 做内线交易啊 啊 习大大 你要查一下 哈哈哈哈 我不是开玩笑的 前一阵他们靠房地产啊 什么的 弄出了一大堆 那个富豪 现在就开始搞金融市场 对不对 金融市场里面 这个手法又比以前 要这个 要精明很多 我觉得金融市场 复杂度 要比房地产市场 不太一样 但是全世界 那个美国都靠金融市场 那些坏蛋 那些都在赚钱 害老百姓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启动观察眼 好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大陆的这个股市啊 这个暴涨暴跌 现在中国的政府 也出手 只准买 不准卖 是讲那个社保基金 买这个ETF 对不对 那所以台湾的ETF的成交量 也开始 比重突然暴增到两成 那 就是排挤 资金排挤的效应 这个金融会啊 自己的股票 财政部可能要小心一点了哈 因为这个ETF的钱都是去买跟大陆联动的或香港联动的股票 那台湾的股票 没人垂青哦 那就 刷刷啊 那怎么办呢 好 这个 还有大陆这个这一波这个股市的大涨跟他的金融王国的路途的这个迈进过程里面 颠颠簸簸 看他们自己怎么修正呢 是 我们也不好意思多讲话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戴胜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 亲爱的黄启乙先生 王品 我觉得他从开始就 就是为了上市而上市 然后上市之后他就开始不乖乖了 这是我的一个形容 应该这样讲 王品的崛起啊 我讲大概还没上市之前啊 大家对王品的 为什么很多人去王品 就说他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 享受一个比较好 好像感觉比较好的服务 然后这个食材 还有蛮 而且而且很划算的一个 一个从前菜到什么到甜点 然后 我觉得去哇 我用这个钱 我就享受那么多的东西 就造成这个风潮 不说你当时啊 你看到王品的崛起 甚至之前啊 台湾的所谓这几年烧烤啊 还没有那么流行 很流行 看这些几年还没有 大概五年到十年前 还有一个元烧 我记得我们公司对面一个元烧啊 都要排 都定位 要排队 这个很难定位的 包括王品都是一样嘛 可是你发现说 从去年以来啊 开始这个整个热潮 开始下降 其实我是觉得说 应该这样讲 王品的崛起 就是靠着整个 一个相对低的价格 你就可以享受 比较好服务的一个起来 第二个经营手段 第一个他配合 戴胜衣的 所谓的 这个好伪人士 然后把一个造神 我觉得 把戴胜衣 创造 好像一个 我觉得这都戴胜衣 自己搞出来的 那造神就说 我是个 我对员工很好 我会经营企业 我很多 懂了很多 很多人生道理 然后我们很多 懂了生活 然后我讲的是 金科玉律 把造神 然后去年啊 这个神啊 突然从被神坛请下来 破了 就是这个 就很吵啊 他就上市了 股票这个 吸了很多这个 投资者的这个 资金之后 他就突然变了 就不认真了 当去年食安问题 爆发的时候 一开始 顽皮说 就骂他 就开始说 否认怎样 那开始就被抓到的时候 那个又神隐 那这所谓的赔偿问题 他又不甘不脆 而且还在硬拗 对 然后又说 怎么跟你讲 之前讲的不一样 就说 这个好像 你对一个战胜衣 本来觉得 哇他好棒好棒 然后就 幻灭破灭 可是他事实上 在这之前 也有那个合成牛排的问题 只是大家都给他 比较宽容 因为他很快就 就道歉啊 处理啊 而且处理得非常差 处理得非常差 所以 我们现在看嘛 现在 为什么这次 这个王平的战胜衣 必须要离开 你看 当 其实这两三年 台湾流行什么 当时有 好几档餐厅的股票 连锁餐厅的股票 上市 你要了解 连锁餐厅 我们最早 我们可以看到 像前阵的 麦当劳也好 这个 肯德基 这是连锁餐厅的 在全球 在全球的开展 开店嘛 其实连锁餐厅 最最最最最难是怎么复制 嗯 它SOP的一个一个 怎么复制 SOP 这要制定很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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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规则嘛 所以你看了 呃两 过去前两三年 台湾有有几家的 这个 所谓的餐厅公司上挂牌 而且股价非常表现非常好 嗯 像你的说王平 王平其实上市后最高涨到六百块 嗯 嗯 六百块 嗯 现在是两百三十八 所以就两百三十几 还有一个F美食 F美食是哪一家 就是85度C啊 嗯 85度C挂牌没多久 涨到四百 嗯 现在在一百五十五 啊 啊那个瓦城 瓦城就做泰国菜瓦城 最高啊 372 嗯 现在是两百四十一 啊 我都说当时的王平瓦城美食 这F美食 这个联媒挂牌的时候 曾掀起台湾对餐厅的 所谓那些个股啊 嗯 一度非常的憧憬 嗯 可是过了诺干年之后 你发现说 那一两年之后 你发现股价慢慢 从高点一路下来 嗯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餐厅的挂牌上市啊 我想它的一个 一个不是那么容易 却 以我观察了 台湾跟香港 这两个市场 跟中国大陆这几个市场 嗯 餐厅股票 挂牌通常是最高 嗯 那那那大部分是这样 那能够不断的大涨的话 我在看就有 现在只有两家公司 嗯 在香港的公司 嗯 如果大家去香港 就一个一个大家的 嗯 一个大快活 哦 人家是数十人这个 对 而且是中低价位 而且从从 从大概这几年来啊 大概这个大陆 开放自由行之后呢 股价是 大概十年不断的上涨 嗯 那那最近有一张公司 去年嘛 去年嘛 去年有一家瓜牌叫翠华 嗯 那香港的翠华 翠华很好吃 瓜牌最高 那下来 哦是哦 那再来是什么 小南国 小南国大概都知道 中国的 上海的 股价表现也 股价表现也不怎么样 哦 那回过台来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美食都是给人家拼啊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美食能够 你挂牌之后 能够维持一个 长久成长的一个 我就讲 这极不容易 那我问你啊 现在回过台来 带生意这个事情 你知道一个带生意 他昨天啊 武丰姓突然请辞 居然搞到今天 四大包都头板头条 这个表示这是一个大新闻啊 那他是被逼宫 说是那个大陆来的那个 台湾人到大陆去拓展事业 2002年去拓展事业 他叫陈振辉 那有人说 陈振辉的作风 完全跟带生意不一样 那这个网品会变吗 那到底这个逼宫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 什么大陆资金 要抢掉网品啊 等等 好像我看到 报纸报道 各报的报道的综合起来 是有这些小阴谋的感觉 发言都很明显嘛 带生意要走之后 我通常我持董事长 我就持了 他补了一句话 那我还是最大股东 我的股权是比第二大股东 多了几倍 你补这句话干嘛 他的股权是百分之二十 第二大股东是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 五多嘛 我还败了两倍以上 你干嘛补这句话 那应该还做董事长 那为什么会被逼退呢 这样讲的说 中间一定有更严重的问题吧 这种品股价不断下跌 业绩的成长不在的时候 其实我讲就是 光这样就可以逼退一个 最大股权的董事长吗 应该其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 应该有别的问题吧 我认为也许有 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 因为这个 带生意这个造成过度的 这神的破灭之后 它造成这个 网品的负面影响 如果 这个最大股东 带生意是最大股东 如果未来 这公司啊 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 最大受害者 还是带生意 投资者啊 对 最大股东 没有出手的 当时买了没出手的 笨蛋 第二个我想 的确 也可能说 网品的确在某方面上 在营运内部上 可能面临极大的问题 然后呢 转移焦点 那没办法 这带生意被逼得 没办法 一定要下台 我做第三者的观察 其实 你说网品啊 两岸的网品 我都去吃过 我大概三年前嘛 我去重庆 重庆那个网品也吃过 其实 重庆 你看重庆网品 跟台网品 其实整个 装潢style 跟服务的 服务来讲 其实来讲 其实跟台湾是 差不多来多少 但是装潢的 装潢的那种感觉 会比台湾好 其实你会感觉说是 在中国 它是有用心 在做服务 那我实际上觉得说 饮食啊 餐厅啊 是种文化 我觉得啦 我一直觉得说 网品当年去中国大陆啊 应该比较容易成功 翘江南啊 到台湾来 比较不容易成功 因为这些时候 文化的不同 文化的 文化没有搞定 但是文化 饮食有一种 所谓精致 跟不精致 你想看 你在台湾啊 我常觉得说 不是说 中国大陆文化不好 台湾文化就好 不是就说 你饮食网 需要堆积累积的 那感觉 网品跟翘江南 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老板的角色 都比较突出 那所以角色突出的 这个企业 他会暴涨 他的这个形象的假象 会突然的升起 可是他暴跌的可能性 也很高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单身应该出来说明吧 因为难道我们的这个 政管 金管会啊 或者说政交单 所单位 你不可以叫他们出来 做一个重大事件说明吗 应该叫 他是上市公司 其实其实 他上市公司 他可以这样随便 就解释吗 董事长辞职 或是任何的董事一动 他都会在公开 他会说明 那今天四大暴动 已经暴成这样子了 他还不需要开个记者会吗 我觉得他的 法律上的动作都做了 包括我在金管会 做公开事件 他应该会啦 但是他已经都做了 我我我所看到 夏古民不可以抗议吗 我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四大暴会 这么大的报道 其实因为 很多年轻人都以为 戴胜义是偶像 从从去年 我以前真的不愿意多讲 我从来没有访问过戴胜义 我也从来没有引述过 他的话 从我 从去年下半年 他就被看破手脚 我实在不是后见之明 可是我跟各位讲 很多事情太假了 最后就会加息被敲定 那现在王平 我认为 这个陈正辉 为什么抢下这个 这个后面一定有很复杂的状况 这个复杂状况 绝对跟经营权的变化 是有关的嘛 对不对 而戴胜义 他讲他20%股权在手上 我告诉你 我这是我大胆的推测 三年月以后 20%变10%啦 然后这个大量的 把他换回现金啦 这是我在这啦 也许可能有另外一个接种 本来这些有钱人 就是搞这种游戏啊 可能就是有莫名的买家出来 一场骗局 一场梦 年轻人靠自己 不要每天这个偶像 那个偶像 而且就像有的人说 某某法师 他的话都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的话 然后什么法国哲学家的话 梦在一起就变成自己的话 8点44分04秒 我们这些人的功能 就是戳破假象 就这么简单 人要靠自己活自己 不要造神 不要跟着造神 其实大家 平良心想 戴生意是跟某些 电视新闻台是有关的啦 电视新闻台 在那边搞假象 搞他 马上回来 还不想讲那么多了 立刻回来了 我们再看看希腊人 他们要怎么样的 这个赖帐 赖的结果是如何 今天的几大主题 提供各位做参考 马上回来咯 Coco早餐 启动观察也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金融市场上资本市场的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ETF的台股的成交比重占20% 这个比重太高了 那排挤了台湾的这个时间市场上市公司的这个成交量 这个今天主管单位应该 这是个大问题 应该会应该要出出面讲几句话了 对不对 大家不能那么投机看到大陆说只准买不准卖 然后就去买 这个两岸真的奇怪 然后第二个讲到的是这个网品 其实网品的这个戴胜意突然辞掉董事长位置 昨天联合网报是头条 今天呢 苹果忠实联合自由都是头版头条 这个令我觉得很吃惊 因为网品也不是什么大型的这个公司 如果你说张周谋突然请辞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大消息 怎么可能戴胜意请辞是大消息 那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虚胖的造成出来的结果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是如此 所以突然受创很重 所以就登了那么大 然后今天的报纸上面很清楚的是 那个接班的那个陈正辉 很大大大的说 这个江山是我打的 其实这个就是内部的斗争 所以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两个讲话都不是很客气 那后来我都觉得说现在整个一个主导权 即使你是你是最大股东 也许未来就像我们刚才可能有点有变嘛 全人会占6%啊 他那个带胜意最后的 我最后的哀鸣是说我还是最大股东 那搞不好这个过一阵子以后那22个百分点的股股份 就会被更大的资金的淹没了 就是说现在王品大概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观察到 王品到底他现在的发展应该是在大陆更 大陆成长每年大概都三成以上的成长 剩于台湾 台湾其实台湾最近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餐厅的发展 台湾不是台湾现在喜欢个性化的餐厅 因为台湾已经进入一个不集体化的 就是制服式的餐厅了 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也不见 现在去王品就变成好像穿制服一样有什么了不起 小众其实不小 就像我们的电影院啦以前是个大厅 可是现在所有的电影院都是分隔小厅 所以现在宁可去小小的餐厅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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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有各式特色 你吃了就啊我觉得就是 其实吃东西啊有时候去享受那种感觉 享受那种文化 享受那种那种那种feel啊不一样的 那我说小众其实不小啊 之前有很多在书在探讨这个东西 其实目前来讲全世界来看都一样 就说他有分众 尤其网路的话网路化之后 其实每一个每一个市场我们如何去切割好 我常常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电影院是这样 过去一个电影院可能我去哪个电影院 是一次播一部电影啊 西纹很大几百人 对啊 现在是切割切割切割 那切割你发现反而发展更好 我是觉得未然对很多小众市场 反而大家特别注意啦 但是我觉得因为 其实你去王敏吃 你去他的西提吃或去淘宝物市 那后来感觉好像都一样 只是名字不太一样 对 他很会行销啦 这是代胜意 那后来你发现 行销就跟政治人物做形象是一样嘛 拜托 马英九的可以百分百的超人气 变百分之九的这个过街老鼠 那带生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到底这个他的所谓的提早的这个退休啊 所引发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昨天他的股价在下跌当中嘛 那我看今天如果继续的来报道的话 那可能会更下跌的多 可是今天呢这位叫做陈振辉的人 反而呢更引发大家的注意 这个陈振辉很厉害耶 他以前是做这个家族是蓝宝石耶 而且他是个药厂业务起家 对 做药品业务的人很不简单 那而且他还说大陆的事业 是他一手给创造出来的 他拥有的是网品中国事业 他大概拥有的股权非常高 上海网 相对是多了嘛 所以我搞不好后来觉得他从 人家说是中国资金要入主大陆网品啊 我没有证据但是我觉得未来 网品进入陈振辉时代 那怎么去改造去弄 我想大家可以秩序观察了 也好啦 这个生意就是生意金嘛 讲那么多人生道理干嘛 其实啊 奇怪怪 其实网品没有带生意 就是以后的网品 大家过去网品跟带生意是等号嘛 现在可能是不等号了 好啦那我再问你好了 本来要问你那个赖帐家伙那个希腊的这个什么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苏格拉底都要出来哭哭 都是希腊的老祖宗啊 对希腊老祖宗啊 哲学家 现在要掉眼泪啦 民主文民国啊 但他们就是吃主餐嘛 就是靠老祖先吃饭嘛 终于最后就 包括古迹的事情啊 你去希腊玩看古迹不是要看这个吗 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事 是因为没有新的这个经济开发 我们台湾真的要接顺 但是我有问你 现在企业界对于 对于明年的总统选举究竟他们怎么看呢 其实啊 其实我觉得 现在到底 是不是大家都准备政党轮替了 其实你觉得明年可能不正常轮替 不轮替的几率很低了 你不觉得吗 就过百分之两百 你不觉得吗 当你看国民党这种人选 你就觉得说 不是人选的问题 是这个党的问题啦 这个平常来讲我认为 其实洪秀柱啊 个人啊 以他的一生已经达到圆满 我每次批评他 我真的不是他讲个人 而是说 你国民党怎么会推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那现在的企业界 碰到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他们是怎样 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再加上民进党 现在还没有推出具体的政策 所以现在来讲 我想为什么说最近大家 整个企业界整个这个 放手价 这很闷的 那叫闷着看 那有办法 有能力 如果有能力的企业 其实我在海外找到布桥局了 那不管你台湾的 怎么样的一个变动 基本上 那就是有钱人都有地方去 跟希腊人一样啊 穷人没有钱领 有钱人的钱都放到保险箱里 那怎么办 其实台湾也不是没有政坛轮替过嘛 那这次没同呢 我觉得 第一个 对两岸关系来讲 他不会 不会更坏嘛 我觉得两岸关系已经实验到黄金旗又掉下来了 就说好的两岸关系是有钱人买半在土里嘛 当时就说国民党这个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能增长东西 因为增长东西整个两岸关系会很坏 可是我觉得从阿北时代到现在 阿北时代 其实我这样常觉得说 过去很多人说啊 民党这个执政策是锁国 其实有锁国嘛 我不觉得是锁国 现在就回布台 你告诉我们一下 现在的企业界到底怎么看现在当前的政策 我觉得大家已经有政党能力的准备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你的企业调整 其实真正不是台湾的问题 我就像台湾的很多 如果跨国性的企业 他所面对的问题是 美国的升息之后怎么做 那中国的怎么办 他现在不在思考台湾局部的 美国升息中国的金融的情况怎么应对 他觉得这个比较重点